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毕竟今天站在一个服务的立场 我们的服务的经验 我想我们要提出我们的一些呼吁 跟我们的一些看见 这里面还牵涉到有一个包括 孩子有一个性自觉权 那两情相悦 这个两小无猜 就是合意的性行为 到底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 对他们是更好的 这是我们非常想期待在这边来跟大家报告的 那其实性侵害被害人的话 其实有分就是合意跟非合意 那非合意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传统所理解的典型的一个性侵害 去年其实我们服务了700多位 这700多位当中有4乘3其实是未成年的 当中其实又占了4乘6 他们其实是合意的性侵害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两小无猜的案件 其实这样子两小无猜的案件 其实不分涉及地位的家庭都会发生的 那所以一旦提告的话 我们就发现到说 这个原本已经不是很好的亲子关系 他们又更撕裂了 最后父母他反而会仰赖社工或者是资商师 去帮助他们去协调他们的 去修复他们的亲子关系 在两小无猜案件当中 两个人他们都是互为家害人 也互为被害人 所以父母亲都会要求他们的女儿去做卫证 就是说他必须要跟检察官跟法官讲说 他是非自愿的 这样子才是就是说可以成立是性侵害案件 那这样的话其实像这小女生 他就会觉得很焦虑 然后他也会觉得很冲突 因为一方面是他不希望说 去违非父母亲的意见 可是他又会觉得说 我这样子等于是害了我的男朋友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说 和解经其实是就是和解 其实是最后这样两小无猜案件 最后的结果 我们传统上会把补偿跟金钱 会画上等号 所以就会形作出好像这个金钱 是可以去弥补掉他的征操 跟这个破碎的侵权 在研究里面看到的一些困境 就是教育现场的一个无奈 包括他通报的一个两难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他一旦通报之后 事实上他可能会进入司法的一个体制 那他可能需要设政的一个介入 那他通报之后 他可能会破坏了跟孩子的一个信任的关系 所以也就是现在会造成教育现场 会有情感教育的一个两难的问题 就是卡在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完全不敢 也不想知道孩子的一个情感的 目前交往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性的一个发展亲密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们受限于刑法227条 他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通报 然后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到司法的一个体制里面 其实我们就说我们看到最大的困境 事实上是教育现场这一边 他没有办法好好发挥 他应该要有的一个情感教育的一个支持 读导一个教育的一个功能 其实我们在处理两小无猜的案件 都不是在处理原本我们应该要处理的性侵的议题 我们都在处理他们的一个亲子关系 或者是情感失落的一些议题 那再来就是图具形式意义的司法 我们理解就是说在司法里面 他对于未成年的未成年人他还是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 所以事实上18岁以下之人犯了刑法 都是到所谓的少年法庭 到所谓的做少年法庭这边的一个侦查跟处理 那你会发现说的确我们进入了司法 很多的孩子大概都是被判假日生活辅导 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保护管束 但是大概都是假日生活辅导或者是交付家长 但是他这个过程可能将近半年 可能将近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司法到最后 其实他也并没有真正的惩罚孩子 但是他却因为他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程序 他需要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跟所谓的忧虑精神部分去因应 那因此我们就发现说 在这个情境之下的因应方式 就是家长227条会成为家长的一个控制的工具 那未成年回应成年人的方式就是不说也不问 就是自己就偷偷的去做起了交往 或者是亲密关系性行为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他没有办法跟成年人求助 因为他只要跟成年人求助 就必须要面临通报 那另外专业人员回应法律规定的方式就是 因为司法的一个牵制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呢 只要一旦通报就是以司法为优先的一个处理 那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去回应到 他原本应该要负担的一个角色任务 那我们也另外再去处理 就是说司法的经济成本 在两小无猜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我们把警政法务司法的一个整个总预算 除以他们所处理的案件数 他们单件的一个成本是以警政为最高 一件的处理案件将近要26万 那法务的话是一万两百六十八块 那司法的话是七千 当然因为案件量的递减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单件成本递减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我们以刚刚我们来看 就七百六十件的两小无猜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呢 事实上总成本的一个支出就要两亿多元 那我们一直在想说 这样司法的一个经济成本的耗费 两亿每年两亿多元 那他有没有办法转换成教育辅导 或者是设政的一个资源的协助 那因此我们的研究建议会希望说 我们能不能以性贫法跟儿权法来优先的取代刑法的一个处理 那最主要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性贫法里面去增加了一些配套措施 包括我们事实上现在性别平等教育法 他都有规范说 学生怀孕事件要通报 那如果说我们也认为说 未成年人的亲密关系事件也需要通报 然后因此就进入到所谓的教育的一个辅导系统 辅导的体制下面去运作 那如果说经过新评会的一个审查 发现说其实这不是单纯的两小无猜事件 他可能有强制的或者有权势的 有权力不平等的一个关系造成的性行为 那他再来用刑法的一个部分来处理 那如果没有在学校的一个孩子的部分 那就是用儿权法来处理 在刑法里面 我们又在反外性自主罪障里面 又去切了一个14岁跟一个16岁 为什么要这样切 14岁是因为我们普遍调查 结果大部分的人的性器官在14岁已经成熟 所以14岁仿仗的是说 因为你的性器官成熟 你才能够进行一个合法的性行为 好性行为的成立 基本上不是任何人一出生就可以做 而必须等到你的性器官成熟 14岁以下要保护的目的就在于是 因为他性器官成熟 他可以从事性的性交的行为了 那为什么他在保护14到16岁 因为我们认为是 即使你性器官成熟 可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性派 你知不知道会对你做成什么样的影响 14到16岁保障的是 你是否已经具备了性知识 你唯有是性器官成熟 性知识也具备了 你才具有了什么 性的同意能力 所以我们才会切在一个16岁 所以16岁以上 你就有性的同意能力 你想要做任何的性派 只要你同意就好 今天只要你的行为是 强暴 胁迫 催眠术 其他任何妨害你意愿的 违反你意愿的方法所做的性交行为 这就是所谓的强奸罪 也就是强制性交罪 我们是不分年龄全部处罚 可是我们也不排除 像我们讲的合议性交 那合议性交的部分就是定在227条 那保护的目的就是针对14岁以上 性器官未承受 14到16岁 我们认为你欠缺完整性知识 基于这一点 所以你的同意 你没有性的同意能力 16岁以上的任何性交过 猥亵行为 经过合议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都要处罚 那这里就是回来讲说 227条可不可以废 在我来看 当然不能废 如果227条废掉了 他没有用任何的强暴 胁迫 催眠输违反意愿 因为根本没有意愿可言 对孩子来讲 他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基本上废掉以后 等于我们全面 被对于16岁以下的性 如果孩子只要表达同意的话 完全是没有任何处罚的规定 我要先强调 刚才所讲的两小无才 前提都必须建立在 双方是男女朋友在交往 那但是当然我们可以考虑 就是说今天其实 立心在跟我谈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废掉 第三项第四项 其实第三项第四项 保护的就是我们刚刚讲 14到16岁的性教行为 14到16岁罚的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你欠缺性知识 可是我们也不会 目前的网络这么的发达 很多人其实 是可以在网络上 搜集到这么多的讯息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直接14到16岁 现在的16岁以下 是不是性知识 必须等到16岁以上才具备 我倒觉得这个部分 是可以去考虑看看 我们可以试着去家长看 227条的部分 针对真正的梁小午猜的部分 是不是要再用刑事案件 再去处理 还是真的要回到刑警法的处理 我想这都可以值得大家在共同在谈 梁小午猜这样的一个案例 在校园当中已经出现非常多的悲剧了 他已经不是用这个司法管他公道 谁是家人是被害人 很多时候到最后都是家长 他们在背后 有的甚至到最后用操弄的方法 要还回他们认为的公道 可是都忽略了当事人 这一些男方或女方 他们的最佳利益 他们可能就会牺牲掉 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 我们会发现到说 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资讯 性行为的资讯 其实非常的普遍 我觉得性行为有很多层面 不只是身份 身体上的成熟度 还有一个是心理层面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这次我们在看待 梁小午猜这样的一个修法过程 我们应该要思考说 这样的法令的设计 到底有没有去思考到 心理上的这个界限 因为你身体界限 你用很严格高标准的刑法 来规范他 规训他 把他抓进监狱里面都可以 但是心理的成熟度跟界限 跟对于性行为的一个需求 跟探索的一个知识的了解 这部分到底 你要怎么规训他 怎么规范他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回来 教育体系来思考 如果今天我们要花这么多钱 来做这样的一个 司法紧张的系统的处域 能不能再往前走一点 那为什么我不去正视 在不同年龄阶段的 儿童青少年发展过程当中 应该要有什么样好的教育资源 来协助 来提供给我们的儿童青少年 在性的探索阶段 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熟的概念 就是我觉得观念要先行于行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来看 这样的一个刑法设计 是不是合理或符合比例原则 两小五猜到现在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社会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 怎么样去面对 亲上联他们的情欲 他们的这个情感教育的建立 怎么样去建立他们 有一个好的成熟的亲密关系的能力 这个是比较重要